不良势力是世界上最普遍的健康问题 全世界有27亿人的不良势力未被矫正 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有6亿人受到不良势力的困扰 其中很多生活在农村 他们缺乏势力保护的意识 和为他们提供专业世光服务的网点 为了解决农村的不良势力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2.5新世代在县 乡镇 村 培育了多层级的专业世光服务网点 首先在县城和眼科医院合作 为村民和学生提供免费事例删查 我是甲县光明眼科医院的业务院长罗永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模式 相应的培训老师光学知识了以后 他就能解决常见的一些眼世光方面的一些问题 假如说眼病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话 他可以转上来让我们专业的眼科医院 去治疗 在乡镇招募及培训爱言伙伴 如果这里已有眼睛店 我们以现有眼睛店为优先 提升他们的专业验配技能及形象 我叫孙福东 在就是佛阳市营动区 我只有患小时候麻痹症 不能兴肇 跟这个周边的老百姓 已经说是提供了方便 第二个年也给自己获得了一些 省化的一些利润 如果没有眼睛店 我们提供虚拟店的模式及培训 让有志于世光行业的人士 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最近几年药店的竞争压力也是很大 然后生意不太好 引进了一项新技术 就是能增加一点药店的营业额 技术也是跟县城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们也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在村招募能雁配老花镜的爱眼大使 使村里的老年人能够就地解决视力问题 我叫许丽 我一年开的将近开到五年了 你看一样也是看 你看两样你不多手足一点吗 这不是很可以吗 为了整体提升世光网点的专业服务水平 我们提供两种类型的培训 世光职业学校的培训 同时我们的培训团队 也定期提供常规的在职培训 我们搭建了世光服务网点 一方面能够为乡镇村居民 提供专业的宴配服务 我来这里买眼镜是离家近比较方便 县城这有一个眼镜店的话 选择自己合适的眼镜框 对我们的普通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实惠的 我们还邀请世光网点伙伴们一起做慈善 到村里和学校做免费的室里筛查 并对贫困人群进行慈善捐赠 所有的捐赠由伊士路视力基金会全额赞助 然后我们加入进来之后做了很多产工艺活动 然后小孩子呢后面就拿到我们眼镜 待了一个星期之后他放假回来 他跟我们说的第一计划是什么 哥哥太感谢你了 通过这样全覆盖的服务方式 携手世光网点的伙伴们 我们可以一个村一个村一个镇一个镇 消除全中国农村的不良势力 这个眼镜改变了他的生活 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